曲名寶超�� 编號 設計畫 Matt 如果在台robe的手冊中介紹他們 我 helped to boost this piece 他們是相 súper著名的 跟大家知 bonberg 他另外也是很出名的政治的政分和 他經常也在寫很多政策的來致 另外他的很多修選都管理很多國家的機嫌 六種國家的機嫌都管理他的修選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今天實在很簡單 有請到有請到有請到 吳老師來請跟我們說 我時間要不要緊 我們大家要來歡迎 吳老師 謝謝 各位鄉親 大家早安平安 就好 我沒有結婚話 因為時間一時很快 我準備兩、三時的注意 一些的 題目 其實我在學校要說幾個月 叫我講一點點 不知道怎麼講起 第一個項目 大家看到那封面的相片 這是高雲港 清廟的時候的高雲港 日本人還沒來的時候的高雲港 當時沒有照相術 所以這個英國的探險家 都用別改為 你看左邊就是旗巾 右邊就是小山 所以當時的高雲港是這樣的 後來日本人來開港的時候 才會走到高雲港 好,這就是我們大的台湾 這堂堂是 1653年就是17世紀的航海圖 看到這堂堂 大家聽說我們是漢字 當然人家的祖先就是農業的民族 所以看到這個台灣的地圖叫做漢字 但是呢 海遊的民族 比如說19世紀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英國的探險家 他名叫做米其林 我們把它翻成碧棋林 畢業的碧 龍鳳棋林的棋林 這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如果要討論台灣的事物 討論這個人是隔離就對了 所以台灣所有的重要的探險 都會有一個英國皇家地理雜誌 當時發表 米其林這兩個很重要 但是第一面看到 荷蘭時代的台灣地圖的時候 他說一句話 很討厭說一句話 啊!台灣是一位大尾的魚就對了 這就是海遊民族跟農業民族的感覺 角度不一樣 這兩個民族啊 看到那個台灣人說 賺錢 然後這個米其林 看到台灣人說 一隻魚 啊! 阿嬤的家舍 看到說 航空無限 不一樣的質疑 不一樣的文化 不一樣的角度 看到都不一樣 但是呢 我問一個 我一個老師 高愛義今的老師 他也是一個大地理師 他跟我說 米其林說是對 台灣是一位大尾的魚 從這個大地理來看 這個就從魚蒼了 雞人 所以雞人 雞人要...雞人到一八... 合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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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雞人都一直在落海 吹泡泡 所以雞人 人事先冥 冥冥 我一句話說 你蟑膩蟲 他為什麼說蟑膩蟲 我在左廊那邊浮到左廊那邊 中的路口 我怎麼可以一直站上去 我就鞠到鞠灰的死 你才站上去 所以叫做鞠到鞠灰 這雞爛地雙魚的住 台北盆地大鬧 所以一直是首都 來到這個新竹 是這個凶 Halo 年輕年 所以新竹多風 原家民園是土路 富富最維美的地區 所以互產豐富 我大高養的這個地方是港人 所以叫我吞土港 這個逢春萬浩是 是魚子還沒溜了 所以要生年生年 所以鄉村法國過山峰了 啊這個 中央山脈、雪山脈、阿里山脈這些 是魚子靈活的 啊這個魚籃啊 魚籃啊 是這個狗狗的噴水口 所以魚籃啊 陳定蘭是有一個歷代 他說六千噴在這裡射場 射場 這個噴水口袋噴出來都砸去 這個魚子就失去 失去 對 他說喔 台灣的地理 最大的地緣政治學來說 他說啊 這個魚子呢 背對中國 面向太平洋 所以台灣的名字啊 上路必死 只有求向太平洋 這是前途 我一次跟北京的學者這樣說 我跟北京的學者這樣說 我跟北京的學者這樣說 跟台灣的地理 跟天下大師說 你不可能同意我們 他說喔 我聽過十幾種的台獨理論 就是這種我沒聽過 我也沒辦法回答 所以推動台獨的人 台灣是一個魚子 要游向太平洋 這是他的建築 這就是他跟古良城高雄 所說的 台灣做南北貨 不能做東西貨的原因 所以理事宗啊 台灣向南向北發展的時候 就是利多的時候 所以讓人來得好 或是提琴說 來得好 他都去做南北的生理 台灣人很早 他這個我們的祖先做生理 把平做到丟丟 南平做到丟丟 東平到台灣 西平到蝦蒙江蘇浙江蘇浙江 這是我們河浙江蘇的祖先啊 開闢了海洋的世界 精湛的開始 那麼台灣啊 大家都知道 這個漢民周末的來以前啊 都是我們自民的世界 我們自民的世界呢 是一個自由人的世界 跟一個人在看電影 看電影 看塞德哥巴來 想不到 日本人也想不到 他說臺灣就讓人十年這麼多 讓我們日本通帝十多年 還有物色事件幾十年 因為我們漢人的活動範圍 四百年來都在欺負這件案 漢人的網球把它放到平原 但是原住民的世代也是山以海的事件 你刷牌的在走 我一次找到一個不同族的獵人 我說喔 你要出國歌嗎 我說不是 你去美國嗎 不是啦 連流氧也不去過 我說啊 這樣喔 坐警官天 臺灣那麼小 你的視野怎麼會開闊 這個不同族的獵人 很大力要跟我說 你再說一遍 五人說你再說一遍 你剛才說什麼 我說喔 臺灣這麼小 你都不會出國歌 你都看見到這個開闊的世界 結果怎麼說你知道嗎 臺灣很小嗎 上個禮拜我在那個山裡面 越來越多野豬 三千公尺奔下來 到山湖裡面再北上去 我走了一個禮拜 臺灣很小嗎 啊 我都講那裡了 啊 原來我們八個人 都看八個的世代 他們知道臺灣的面積 如果三百送貪品的話 剛才我三十六平方公里 自己要八大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住民的世界裡面 臺灣是很大耶 有一次我在蘭嶽 我也問一個老人家 也一樣的問題 他說你不要出國歌 他說問我 我說你這小小的路 這樣過一生喔 你的世界最多世 他也覺得他說 他聽不懂了 我說問他兩三遍 他又聽不懂了 後來我才發現說 這是一隻海龜和獅子在講話 我們的世界是塞仔的世界 因為我草原大 國家一大 這海龜呢 如果他是晚上在看的地方而已 他的世界是在海油裡面 海底裡面 所以有一次 我們來有的小學生 說的月輝的偉大 你聽到月輝嗎 他問我一句話 老師 月輝也要不用的 也要潛水的 他問我 你輸我這個基材的 他不會游泳潛水 算什麼英雄啊 他這個 世界 他的世界 他這個世界不一樣 所以 塞仔卡這個種族 雖然經過很多條街的子民 但是 在山裡面 不管你荷蘭人來也好 民調來也好 親調來也好 基本我沒叫他們 他在山裡面 逍遙之代 他在華外之內 他是一個自由人 他開始 受到人的速度 是日本人來後 從左九間左馬太的 十年禮犯政策 開始打這個原住民 為什麼打原住民 主要是 日本人發言 兩千公司以上 台灣幾山坪都是蜘蛛基 日本人是最愛蜘蛛基的民族 蜘蛛基是很貴重的東西 所以他要開採蜘蛛基 他要開採蜘蛛基 他要開採蜘蛛基 一定要穿過這個中海拔 中海拔 中海拔就是 關住民大所在 發生了衝突 那關住民啊 以前兩三百年來 沒有人管束過 他本人要打 他就給你拚了 那就是 才有塞德克巴來 沒有人 沒有人 北地的漢人 早就已經沒有人 殖民了 落麻痺了 落在那裡 反恐了 反恐了 也就是一十年了 你割倒菜都 噴噴的就倒行了 這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比如用這個觀點來看 才會有很多人 他想日本人通帝的時候 以前都是自由民 自由的人 像南北十三洲 北北十三洲 一樣的人民 所以他沒辦法接受 英國人的柯證 所以他的見面 跟這個北北十三洲 是一樣的隔離 台灣這個島 叫做苗園一島 有人說台灣 在蘇生 我給六個政權的市民 李登輝總統怎麼說 李小鳳先生 教授怎麼說 這六個市民政權 我不可以再說 這幾個市民政權 這麼多 荷蘭 西班牙 都來民政王朝 東名王朝 東名王朝 東名王朝之後 清條 日本 日本之後 又是 清條結束以前 清條兩百十幾年 清條結束以前 還有一個台灣民主國 然後日本 日本之後還要黨政府 這樣來選的時候是一六個 但是我說 台灣 馬虎 八個國氣 插到我們土地上 剛才莫書說 台灣民主國 全國國獨立 但是台灣民主國 也是 傀儡政權 是清條 延續的政權 另外一個政權 又沒有算到 就是 濕民配合法國的政法 加上 剛才 台灣這個國家 讓人 八個國家 統治 八個國旗 統治 我的亞洲 全世界 都不需要做這個國家 在四百年裡面 讓人家插八個國旗 到現在 阿高時 這個實民地的國旗 還插到我們土地上 所以 雅各部 就是說 大夫子家婆 最近 建各位 在河敦聖經學院 發表一個嚴格